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已成为成都人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 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 如果有天堂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这些散落在城市各处的阅读空间 也为匆忙奔波的都市人 构筑起心灵的避风港 四川省图书馆 集历史与现代语一身 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将杜夫的诗句化作设计灵感 织野图书馆 则将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 还有一间间匠心独运 各具风格的书店 也如群星般点亮了城市的文化之光 历史的厚重 自然的优美 科技的力量与思想的灵动 在书架间交织流淌 在书页上碰撞升华 从脚下到世界 从过去到未来 书籍跨越山海 连通古今 在这个全民阅读的时代 秦宁也试着放慢赶路的脚步 用文字给心灵一方净土 给思想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 春天正是读书天 让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 沐一场春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